其實這幾天大家都看到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我敢跟大家保證 是習近平刻意做了一件事 刻意幹的 他要讓全世界知道說 胡錦濤已經是過去式了 為什麼會被拍到這個畫面呢 外媒已經進場了 你才故意把他挺起來 你仔細來看 胡錦濤似乎還要拿手去 翻這個習近平的這個文件喔 最有戲的是 坐在胡錦濤旁邊的栗戰書 他還原本想要幫忙做 就像這樣 王滬寧 王滬寧在後面把他拉住 說你不要插手這件事情 他為什麼要手去伸這個文件呢 有人就說這個文件 是不是就是新的名單 他想要去看看這個名單 那結果沒想到 習近平就把他撥開 連名單都給他看 事實上習近平能夠走到 今天領導人的位置 胡錦濤幫他清除了多少障礙 後來你在逗江澤民的時候 胡錦濤是怎麼站在你身邊的 今天因為你有可能會阻礙到 我習家軍的成立 所以毫無疑問 我要演這一齣戲 讓大家知道 即使你可能是有恩於我 你是過去的領導人 我習近平在公開場合上面 我照樣可以殺你無勝